很久没有见过赛哥的青钢瘾了 对吧 青钢瘾加赵新这个感觉都有画面了 之前这个老IG也是比较爱玩的这套体系 上路的话其实Zoom对线对的还是挺好的 也没被压刀 是的 而且血量保持的不错 下落主动出手吗 二打三 而且自己没闪的呀 这样的话走不掉了 这个Lona直接闪现去给她最后的伤害 ICG拿到一血 行 这波还打了对面两个闪现 哎呦 上路有点想要杀的一个想法 鸡炮已经开了 杀了一个盾 没拦了 这里应该没机会了 小饼干也吃完了 但是升级了又回了一点蓝量 怎么说Q3能不能撬回来 撬回来的话是有机会的 这个线赛哥应该也不太会动手啊 感觉还是在勾引吧 没什么机会 这没啥机会 蹲了好久啊 下大棋 而且明天也在路上了 还是要把兵线做住 但这两个人想要跃的话 我觉得有点难呀 而且赵兴已经在后面了 顶过来大招过来 有机会感觉要秒了 天霸恒红烈轰 配合葵的一个伤害 哇赛哥这波好伤呀 没踢上路一大波线 是的 香锅蹲了很久 最终还是获得了成效 而且这一波也是 鱼坦的一波游走 配合发条抓到了小草包 相亲相爱 3-0的开局了 中上两开花 原来是一个魔法水晶剑啊 三人组的一个配合 很完美 艾希的含金量开始上升 但下路这个情况主要 前面 哎 要来了 有机会 直线中了 但是太阳药班这边 是被闪现左了 但是卫出来 先收掉一个泰坦 外锁链没蔓延到人 有DT 大黄下来推 只推到一个辅助 没有大 没有闪现 但这个球还是比较肉的 还想操作 星月护卫开起来 双C的一个输出很高 但是小微笑也来了 QW 先逼一个闪现 艾希这边给一下视野 赵希 在卡到一个死角之后 只能是交闪现出来 小微笑这位 这大招好像有点着急了 在草里面直接卷了空气 是的 第二条龙 要被香果控下来了 还想打吗 一个三打四 过来 又是赵志明 赵志明没闪的 只过来配合一个冲拳 哇 志明这把已经是变成突破口了 太阳药班又中了 天霸红烈红 直接跟上 八条的一个伤害 这波造型是没大的 诶 但是死前 配合维鲁斯的一个杀 还是换掉了一个 微笑在侧面补了很多输出 但是 八条也拿到双杀 是 微笑这把感觉 要承担一个大C的一个位置了 现在三个头在身上 很肥这个维鲁斯 看还有没有后续吧 换过来 来控这个霞虎前锋 射手的专注 开起来 精神里锁定了 炮弗这边有点是走不掉了 哇 这波是有点太拖大了 炮弗 这个霞虎前锋也有点打不掉了 选择正面先开辅助 大招直接命中 不败锁链也中了 这波这个位置其实对于OP 对于来说很好 赵欣一个人统计来配合维鲁斯的伤害 继续去追一个命特 命特这边应该是可以走 还是比较肉的 纵母现在来了 但是没有办法继续追 华老师 向死而生 好吧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来得及吗 但是被看到了 感觉要送塔呀 来不及了 真的吗 感觉打断了呀兄弟 真回不去吧 这波他为啥不送塔呢 主要中塔掉 对于相亲家来说太伤了 现在不能 太屁死了 立钩又中了 赵志明立钩 我说实话 感觉这几钩直接洗白了呀 这真生不了了 这对面除非被锁进来 不然他其实没有什么天敌 对因为毕竟前排还是比较扎实的 而且这波是一个眼上尊呀 来了 毕竟这位置看下开谁 远处的一个魔法水晶店 命中了太太 看要不然两边互换一个前排 赵志明已经倒了 直接锁住了 而且宁王的位置有点走不掉了 宁王也没了 侧面惹赛 在这边追着一个麻辣香锅去贴 但是正面战场是已经溃败了呀 是的 还有剩下一个微笑 微笑自己是有双招的发条 已经拿下一个三杀 闪现直接交出来 但是要被留住了 有点走不掉了 只能回头反打 一个大人头900块 成就了小微笑的自杀 小微笑这个发条 虽然已经不在江湖很多年呀 但是依然有他的一个传说 OP队是觉得对面动小龙了 我们直接来拨大的 但他们好像也动场了 直接发条亮TP 只能往这边赶 但是LAP并没有动这条小龙呀 如果这个大龙打到底 感觉是要出事的 因为微笑还在路上 微笑离得还很远 微笑还在慢慢走 7000血的这个龙 要凭惩戒吗 看一下 去起自己一个强能重拳 往里借 看一下这个龙 这个龙是谁的 2000选 没有进入斩杀戒 郭老师已经扛不住了 郭老师先倒了 后续的话 微笑也赶到正面战场 最后中间直接框 找到了一个炮芙 炮芙这边也不太好走了 凝望继续追 这边捅起来小微笑 小微笑也倒了 泽菜已经拿到一个三杀 我这波完美的一波团战 打了一波零换舞 而且对面复活时间很长 有可能先推一路 是的 再拿一条小龙 这一波大龙套餐 是让OK战队吃的盆满波满 提示了 我只能说郭老师有点急 不 Pure L 对吧 这时候开启了一个金身 也没什么用 稍微拖了点时间 那夏哥能不能带个塔 这个头也比较干吧 确实没想到 但是断了一下全能队的一个推进节奏 中路的话都没大招了 其实也不好继续推了呀 大招全交了 是的 上路点来守一下 等于说这个buff暂时只让他们带到一个二塔 就他现在看到这个造型 他都有点怕 他这个装备现在说实话也太不够 哎 这机构给勾到了 有金身 两边相当同时亮TP过来 但是能打起来吗 但是在绕后啊 郭老师这边但大招锁谁也不好锁 小草包还在赶还在靠 他在路上 但是郭老师这个位置好像已经要倒了 又一个勾到了 沙皇进场一个推推两个 配合造型的一个伤害 没有金身嘛 小草包自己先死了 反手冲击波 拉三个一个完美大招 配合一个魔法水晶电 感觉还能继续往前去追 微笑这边有一个机宝Q3 直接瞪回来微笑也倒了 瞬间左赛有一个勾锁可以走 走一下 但是感觉这波小草包有点太着急了 还想要往前追 但是能追上吗 八条给一个加速 站住红枣稍微是帮自己的打野给减速一下 说实话我不太懂 就是我感觉OP对着野斧是不是太嚣张了 确实后面也没有CV 哎 怎么镜头回来 宁皇又被抓了 赛哥这怎么办 好像走不掉了 上野脸动一死一送 小草包怎么赶紧溜 这啥情况 被视野发现了 一路踩着眼两个人 这边没有红啊 那这里还有真眼 哇 这波你别说 操作还挺秀 而且赛哥这对兄弟 确实是确实是真感情 这都不走的 你但凡说换个上路 一个勾索直接溜溜球 这边又追回来了 小龙大龙又马上要刷新 LAP高哥猛进 中路爆破直接先把这个中塔来了 来了小老婆绕后 推 推三个 很关键这波 配合一个深海中机 又正体两个人 一勾勾到艾西直接死了 赵新也经常发条一个自保的一个冲击波 直接被RT脚带走 哇 上野是直接杀到后排 正面还有吗 还有一个纵路 但他一个人独步难支 虽然换掉了赵新铭 但是这个时间感觉要被一波了 30秒的一个时间 沙皇的一波四杀收尾 小草包忍辱负重了一整局 在最后一波团队给他立了一波大功 完成了他的救赎 哇 直接一波4-5打到5-4 一波1-4打到5-4 正面几个人应该是有机会 一波这17秒 这包一波的 哇 这一波这个极限绕后 而且第一时间那个发条反应应该是比较快 他是用机身规避了 不然这波直接推4个 是的 终于给他绕到了一波 我们也是恭喜OP战队 在我们传奇杯首秀 直接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那这把的赛要数据也可以感觉到 前面像现在这边一度是有一些领先的 但是从15分钟之后开始逆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